東流洩一早 排隊人潮就沒斷過 上了船 出了座無虛席 貨倉也塞滿了遊客行李 因為初一走村 初二回娘家後 初三的出遊潮開始大爆發 因此一旁的華僑市場 也是人潮滿滿 遊客搭蛋海鮮美食 就算過了用餐時間 人得排隊 備料大概會準備多少幾成 一備吧 都要排隊 對 幾乎都要等 大概都幾倍 我們只知道就是 埋頭苦幹這樣子 雖然受到疫情結束 出國潮的影響 遊客大減一半 但好天氣的加持 讓屏東的小琉球 及華僑市場 大年初三 仍是熱鬧滾滾 只是相對於海邊 同樣是屏東的舞台山區 雖然車輛穿流不息 深山部落也是人潮不斷 大家上山賞鷹 順便品嘗美食 但業者說 比起以往 人潮大不如前 以前是不是前面 可能就開始塞車了 之前有 現在完全沒有那個跡象 今年過年這段時間 剛好花期差不多快結束 所以花也不太多 幾位有幾位 幾位 有 受到櫻花祭 進入尾聲的影響 霧台遊客不如預期 但為了維持旅遊品質 霧台鄉 初三到初五 上午的九點到下午五點 仍實施道路管制 但也在神山部落 及霧台部落 規劃了免費接駁車 我們現在有神山瀑布 往阿里其實也有許多的櫻花 也歡迎大家有空再來走一走 不想到處人擠人 接下來的兩天假期 遊客還是能有不同選擇 TVBS新聞見鳳達 評論報導